民众搭捷运出门 大家都站好坐好 但却有民众拍下这一幕 一名男子手拿一根长棒 站在捷运车厢门前 看起来叙事待发 等到门一打开 男子瞬间往外冲刺 其他人全看傻眼 竟然又从另一个车厢门跑回来 把手上的接力棒传给另一位朋友 是在跑大队接力吗 朋友接力跑在车厢月台间绕圈圈 男子接力又在跑一圈 这时眼看车门就快要关起来了 赶紧加速冲进车内 可能差一点就要被夹到 朋友赶紧查看实在很危险 而民众全看傻眼 这种行为不太合一 然后因为捷运他在开关门的时候 其实是蛮危险的 不要影响到其他人 事情就发生在高雄捷运 7月29号民众在桥头堂场 往桥头火车站之间 看到夸张景象 两名男子竟然趁捷运到站开门时 在车厢和月台之间绕圈圈跑 玩起大队接力 民众看了都说实在有够夸张 违反大众捷运法第五十条 可处新台币1500元以上 7500元以下之罚还 搭捷运却趁到站的开门期间 玩起大队接力 两名男子接棒 在车厢和月台之间跑起来 再玩一步可能就被车厢门夹到 而在捷运月台嬉戏 影响作业秩序 以及可能妨碍车门关闭 如果劝阻不听 可处新台币1500元以上 7500元以下罚还 并且拒债 把危险行为当有趣 可一点都不好玩 恐怕还都要吃上罚单 记得蔡武言 陈杉杉杉高雄采访报道